好,各位旗友大家好,那次半旗是今天12月29号进行的大旗试赛半决赛 由黑方彭丽瑶对战白方定号,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开局,黑旗搓小木,白旗清小木,黑旗大跳 然后在右下方定型的时候,白旗并没有选择拖推定式 而是顶完之后再一搬,这个变化也是很久没有见到了 实战黑旗选择相对比较简明的一个定型 围住右边的空,白旗就把这一带走后 接下来在左下方双方选择拖推定式 然后回到左上方定型 之后白旗在右下方挡住 那很显然白旗还是想要发展这一带的潜力 而且白旗走了这手之后,黑旗以后右边还是要补一手 不然的话被白旗往右边拐住 首先这手旗就非常厚实 而且在右下方还有一些搜刮 所以说实战黑旗先在左边交换一手 然后回到右边二路飞 白旗继续扩张模样 黑旗点刺 那这个局部白旗肯定不会选择沾上了 因为白旗周围都比较厚 所以说肯定要进攻黑旗 白旗可以考虑往旁边夹 这个是一个不错的选点 因为黑旗切断的话 白旗只需要连回这两颗子就可以了 黑旗要是往外逃跑 那这块旗也会越走越重 实战白旗选择往三路一跳 但是这手旗的位置稍微有些低 以后黑旗往上走一手的话 白旗的这个空还是并不好为 实战黑旗在左边交换一手 但是黑旗左边这个旗行 白旗还是会有一些后续手段 实战黑旗往右边一飞 扩张上方这一带的模样 那这个时候白旗可以考虑在这补一手 实战白旗想要先追究黑旗左边的旗行 往二路漏一个 看黑旗如何定型 黑旗要是选择靠压 那白旗拌完之后打持 黑旗站上白旗连回 这样的话白旗可以获得非常多的目属 而且白旗右边小飞的这颗子 也刚好限制了黑旗这一带的后卫 这样下白旗可以满意 如果说黑旗选择小肩 那白旗往上走一手 首先白旗可以二路搬过 然后往右侧也可以突围 这样下黑旗比较头疼 实战黑旗往左下方一扳 白旗跳出反击 如果说黑旗靠住的话 白旗可以选择顶端 因为黑旗这一带气还是比较紧 所以说形成作战的话 黑旗稍微有些勉强 所以说实战黑旗还是选择往脚上一跳 这边白旗要注意 如果说白旗选择冲断的话 那黑旗接下来冲完之后在一起 很明显白旗就出现问题了 所以说白旗只能选择团住 黑旗在一站 双方形成一个转换 这个时候白旗可以先在左边交换一手 然后往上小肩 封锁黑旗这两颗子 实战白旗选择直接往前一跳 这个选点主要是想把左边的这个包围圈捕牢 更加有利于白旗下方为空 实战黑旗直接选择斑斩原地捕活 之后白旗比较稳妥的走法就是往这捕一手 但是可能白旗觉得这样并不能满意 所以说白旗走的非常撑 捕在这 那这个时候黑旗肯定要选择破空了 实战黑旗的选点是往左边走一手 这手旗主要是跟左边的黑旗比较容易联络 然后往上方也可以突围 那白旗的这块空现在并不是非常好围 实战白旗小肩 黑旗再往右边走一手 如果说白旗只是在下方补一手的话 那黑旗已经达到目的了 就是把白旗下方的空压缩 然后再往外侧突围 而且白旗左边还牵了一手旗 这样的话黑旗已经可以满意 实战白旗贴住 然后黑旗连回 白旗先往左边一虎 把这一带补后 但是黑旗抢到一个先手 先往右边贴住 白旗连回 多了这两手旗的交换 黑旗右下方的这颗子 就可以选择跑出了 这个时候跑出这颗子 首先可以威胁白旗右边这个断点 而且可以把黑旗这一带的眼位撑出来 白旗要是选择单长 那黑旗已经可以满意了 白旗的这个空还是有些扁 实战白旗选择搬住 白旗的理想图就是希望黑旗跟着搬 然后白旗再一长 那很明显 这样下要比白旗单长便宜很多 黑旗要是选择切断的话 那白旗下立 黑旗再一长 白旗先往左边小尖 黑旗靠住 白旗再往右边一虎 这样的话吃住黑旗右边这一块 白旗也可以获得一些目数 并且黑旗中间这一块也没有安定 实战黑旗往上贴住 这个地方看白旗如何定型 如果说白旗选择单长 还是想要破坏黑旗的眼位 那黑旗就往上扳断 因为白旗右下方这个断点还是没有补上 所以说白旗肯定要在这补一手 黑旗再往上拐住 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 白旗中间这一块已经被黑旗分断了 而且在中间形成战斗的话 白旗还是会有一些风险 实战白旗就选择站上了 这也是最为后世的一个走法 当然现在黑旗也可以选择 斑断白旗中间这三颗子 实战黑旗往左边拐住 然后白旗直接往上方破空 其实这个时候白旗选择联络也可以 黑旗往上突围的话 白旗顺势在左边补一手 这样的话虽然说白旗下方损失了一些空 但是左边吃住这两颗黑旗的话 还是有些收获 而且黑旗因为中间这一块还没有完全安定 所以说以后白旗再往上方破空 黑旗还是会有些负担 实战白旗直接往三路一点 黑旗往前一压 白旗靠住 这也是这个局部常用的一个掏空手段 然后黑旗打吃 白旗二路打拔 黑旗再往中间一扳 接下来白旗在左边补一手 这个时候AI的建议非常凶狠 黑旗在左边还有一套组合拳 白旗往外封锁的时候 黑旗可以选择往二路漏一个 那很明显 左边有一个扳过 然后上方还可以点三三 这个地方确实白旗的空还没有完全围住 那实战黑旗的思路是先把右边这一带的模样撑出来 黑旗选择往右边一碰 白旗扳住 黑旗反扳 这个局部黑旗要注意 如果说往上反扳的话 这个方向就出现问题了 白旗打吃完之后再一粘 刚好往右边破空 当然黑旗可以选择单长 白旗要是在左边补一手的话 黑旗可以先把右边这个缺口补牢 这个地方价值也非常大 实战黑旗往右边反扳 白旗打吃 黑旗再一粘 白旗补断 然后黑旗往左边一虎 这个地方本来是白旗的先手权力 白旗没有交换到 那现在黑旗往这走一手 而且后续黑旗还可以连回左边这两颗子 实战白旗并没有选择在这补齐 而是先回到右边破空 黑旗往二路一夹 这样的话 就形成双方互相破空的一个局面 白旗再往中间一跳 但是AI认为这一手旗可能价值并不是很大 实战黑旗往下大跳 继续破空 这边如果说白旗选择简单定型的话 那黑旗肯定是先手便宜了 实战白旗先在右边补了一手 然后黑旗往左边飞刺 这个是黑旗的权力 然后再往中间一碰 其实这一代的转换 总的来说还是黑旗比较满意 首先黑旗左边这两颗子连回 本身目数就非常大 然后黑旗还破坏了白旗下方这一代的潜力 并且现在黑旗中间这一代也可以呈现目数 实战白旗搬住的时候 黑旗只需要吃住这三颗子 那黑旗就已经可以满意了 白旗打迟 黑旗再往这补回首 这样下是黑旗稍微优势的一个局面 实战黑旗还要选择反击 往右边切断 那这样的话这个局势就有些复杂了 接下来主要还是看中间这一代的定型 好旗友们我们稍后给大家带来后续的解说 好各位旗友大家好 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12月29号进行的大旗试赛半决赛 由黑方彭丽瑶对战白方定号 上一节视频我们说到 在中间这一代的定型 白旗选择搬住的时候 如果说黑旗简单吃住这三颗白子的话 那这个局势还是黑旗稍微优势的一个局面 实战黑旗往右边切断 那白旗完全可以选择打吃完之后连回 这样下白旗便宜了一些目数 实战白旗选择往左边打吃 黑旗反打 白旗体调 黑旗再战胜 那白旗中间这一块就需要连回了 白旗往上方贴住 黑旗先手打吃 然后往右边一层 白旗往上贴住 因为黑旗中间大龙 在右边牵了一个断点 所以说黑旗还是要在这一带补一手 AI的建议是黑旗先往旁边一扳 白旗顶住 然后黑旗往三路一立 在这一带定型 但是这一带的定型还是非常难 我们来看实战 黑旗直接选择往旁边一虎 然后白旗在上方搬住 这个地方 AI的建议还是黑旗 先把下方这一块 这个旗形补完整 然后黑旗这个旗形一旦变厚的话 白旗右边大龙还没有完全安定 所以说白旗肯定要补一手 接下来黑旗再往右边一扳 简单收空 这个是比较简明的一个走法 实战黑旗往左边二路漏一个 这一手旗的意图也非常明显 上方有一个点33 然后左边可以扳过 如果说白旗在上方补一手 这个是黑旗的理想图 那黑旗的目数非常便宜 实战白旗选择转换 在左边虎一个 黑旗在上方掏空 然后白旗吃住左边这一袋的目数 其实这个转换黑旗并不一定便宜 白旗收获的目数还是非常多 接下来可能黑旗判断这个局势并不是非常有利 所以说还是没有选择在右边搬住收空 而是选择在左边切断 那这样的话这个局势就非常复杂了 白旗要是往右边一长 黑旗可以先选择打持 因为白旗如果说想吃住上方这颗黑子的话 这个地方就不能沾上 沾上的话黑旗先往右边补断 白旗在上方打持贴住 黑旗往前一长白旗贴住 黑旗再往前一长 白旗在外侧封锁的话 黑旗往右边一猴 因为白旗这一块气比较紧 所以说白旗也无法冲断 实战白旗在上方打持 黑旗单长白旗贴住 然后黑旗先往右下方一冲 这个地方因为白旗大龙现在还没有完全安定 所以说白旗有一定的危险 AI的建议是白旗选择单瞻 实战白旗往上方一搬 那这个地方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果说黑旗往三路断打的话 白旗有些麻烦 因为如果说白旗单长 那黑旗在上方断打 白旗的这颗子就跑不掉了 再往外跑出的话 黑旗打持完之后再一打 白旗体调 黑旗再一打那很明显白旗要是在沾上的话 黑旗再往右边打持 直接一气闷 白旗要是选择在右边反打 那黑旗体调 白旗打持 黑旗沾上 白旗只能原地苦活的话 那很显然白旗不能接受 这个目数也非常亏损 而且黑旗断打的时候 如果说白旗往左边反打 黑旗体调 白旗二路立 那很明显白旗上方有非常多的断点 黑旗团住是一个先手 马上就要一路度过 白旗二是一路搬左度的话 黑旗先往上方一挤 然后在左边断打 这一代形成截针的话 那白旗还是有些麻烦 实战黑旗 先跑出上方这两颗子 白旗贴住 黑旗再一冲 白旗切断 黑旗打持 白旗沾上 然后接下来 黑旗选择二路打持 白旗沾上 黑旗再一沾 白旗从左边挡住 黑旗一路度过 这个地方 黑旗的判断 稍微出现了一些问题 因为接下来 白旗在左边 还有一个妙手 我们来看实战 白旗先在右边切断 黑旗打持 白旗路扑 黑旗沾上 然后白旗打持 黑旗再一提 白旗先往左边一虎 不断 现在白旗大龙在右边 有一个铁野 黑旗要想杀旗的话 只能选择二路跳 然后白旗先往右边一长 黑旗挡住 关键是白旗的下一手 选择在左边一碰 这一手旗是个妙手 现在黑旗已经非常困难 我们来看为什么 如果说黑旗 先往旁边一刺 现在白旗一路立时先手 黑旗右边必须要补一手 然后白旗沾上 黑旗要是选择沾上的话 白旗直接往下一冲 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 如果说黑旗选择一路阻度 黑旗上方还有一个冲断的问题 黑旗要是选择往左边反冲一手 那白旗可以一路度过 黑旗在上方打持的时候 白旗就可以连回了 这个地方是一个打而还一 所以说黑旗要是这样定型 白旗大龙可以全部连回 那实战黑旗现在上方打持 白旗沾上 黑旗往左边一冲 但是这个地方 白旗还是有办法 白旗往上一冲 黑旗反冲一手 然后白旗再往右边一冲 黑旗在上方打持 这个时候白旗也可以选择沾上 黑旗要是往右边先手一次 白旗沾上 黑旗挖一个的话 那白旗断打 黑旗要是连回这颗子 白旗先往下一冲 然后提掉 黑旗沾上 白旗可以先铺一个 黑旗提掉 白旗再打持 黑旗沾上 白旗提截 那很显然 右边形成一个截针的话 黑旗非常勉强 我们来看实战 白旗先往下方一冲 黑旗渡过 白旗沾上 然后黑旗提掉这颗子 白旗打持 黑旗再跑出这颗子 这个时候 其实白旗已经可以原地做活了 因为现在白旗一路立实现手 黑旗右边要补一手 然后白旗再铺一个就可以了 实战 白旗下得更为凶狠 直接选择提截 这样的话 黑旗这儿还签了一个断点 实战 黑旗先跑出上方这几颗子 白旗贴住 黑旗打持 白旗沾上 黑旗再往外冲 白旗贴住 黑旗再往左边一尝 白旗冲断 多了这几手旗的交换 黑旗在中间打持 那白旗还是不能选择沾上 以后黑旗可以吃掉 这四颗子 黑旗大龙就可以连回了 但是白旗在上方 收获了非常多的目数 并且白旗右下方大龙 还是不用担心 因为 如果这样定型的话 白旗现在一路立还是先手 黑旗右边要补旗 然后白旗再往一路扑 还是可以原地做活 并且黑旗左边还签了一个断点 所以说 现在直接选择这样定型 黑旗也行不通 实战 黑旗先在右边补一手 那这样的话 白旗就选择切断 拼这个截针 白旗的截才非常多 所以说 这个截 黑旗肯定拼不过 接下来白旗在上方断打 黑旗就选择沾上了 然后白旗提掉这两颗子 黑旗沾上 白旗一路立 那这样的话 黑旗还是想要杀旗 所以说黑旗选择沾上 白旗在右边切断 但是 黑旗大龙 现在也被分断了 接下来 就会形成一个对杀 但是 黑旗的气不够了 接下来 白旗在右边 沾上 黑旗点进来破眼 然后白旗在上方补一手 黑旗扑完之后 在中间沾上 白旗再往旁边打持的时候 黑旗就认输了 因为 这个大龙对杀 黑旗的气不够了 好 那这盘旗也是相当的精彩 就给旗友们带来到这里 希望大家看得过瘾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旗友们给我点个赞 谢谢各位的支持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 拜拜